哈囉大家好 我是查理 我又用素顏跟你們見面了 因為我今天要上妝給你們看 然後上完妝以後呢 我跟Jay要騎著機車去一個地方 然後我現在的是洗完臉 然後保濕 就是我擦完乳液以後的樣子 然後現在要先上一個妝前 這妝前是蘿拉密斯的新款 幻顏凝露 然後我用的是保濕款 因為我的臉是蠻乾的 所以我是用保濕款 然後它有很多的款式可以選擇 有防曬的啊 潤色的啊 或者是控油的 就是擦起來是比較霧面的 因為我朝舊版很多人在選說還有味道 可是新版完全沒有 我在擦的時候呢 就順便按摩 就用手指用力的這樣壓 因為我的臉其實是有點浮重的 然後新版的幻顏凝露呢 就是比以前更好用 可是基本的功能才是有 第一是沒有潤色 可是它會讓你接下來的底妝更持久 不會卡粉 因為最近我上妝都會一直狂卡粉 可能是換氣 然後我的皮膚就變得蠻不好了 好 那你看我的臉上完幻顏凝露 它就是臉上會比較有光澤感 然後主要是會讓臉比較保濕 然後讓後續的底妝更貼妝跟持久 那接下來呢 我要上底妝的 我今天會上兩款 一個是這個幻顏氣墊 然後一個是幻顏粉露 就讓你們看一下 比較一下妝感 然後我先來上氣墊 你看它的包裝 很漂亮的 黑色跟金色的字體 然後它旁邊呢 是霧面的霧金色 就是很有質感 它的氣墊呢 你看它前面是尖尖的 可是翻過來你不要嚇到 因為我用很多次 所以有點髒 翻過來就是 它其實本來是白色的啦 可是就被我用到整個都是皮膚色的 直接往我的那個痘痘蓋上去 我那個痘痘呢 真的已經好久了喔 因為我是一個不會擠痘痘的人 我此生沒有擠過一顆痘痘 我就是擦藥啊 然後擦一些什麼 酸類的啊 讓它變好 這個粉撲它的頭呢 這有一點點尖尖的 所以你這樣子 擦這種眼下的這種小地方 或者是你看 鼻翼 這種小地方 就很好擦 因為最近不是新除很多氣墊嗎 然後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歡它 你們可以去櫃上用用看 就用一次你就會感覺到還好用 它的遮瑕力我覺得有8.5成吧 遮瑕力蠻高的 就是你一遮上去你的臉是 整個變得蠻無瑕的 可是你看 像我的這個痘痘 因為整個太大顆太紅了 它就沒有辦法遮住 給你看對比 是不是差很多 這裡是有上妝 這裡是沒上妝 所以我喜歡它 第一點就是它的粉撲很好用 就是這個地方 只有 你看 人中這裡啊 鼻翼啊 嘴角什麼的 都可以擦到 然後它的妝感呢 是很漂亮的這一種 因為有一些很亮你會覺得它黏黏的 可是它不會黏 然後就是亮亮的 有點像是霧面跟亮的中間吧 介於霧面跟亮 它擦起來的感覺是蠻清爽的喔 不會覺得黏膩 然後妝感很細緻 不會覺得它的粉很厚 所以你看 對比 差超多 是不是看起來很像天生皮膚很好的感覺 可是其實是這樣 其實不然是這樣 喔對了對了 這個粉撲呢 它除了上面尖尖以外 它的材質不一樣 它上面是一般粉撲的材質 可是它下面的材質 有一點像是 絨面 然後絨面材質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 可以讓你加強遮瑕 所以比如說 好 我看看這個痘痘 這個痘痘呢 我想要讓它的遮瑕強一點 我就用另外一面 然後壓它 欸真的有差對不對 就是痘痘變得比較沒那麼明顯 它另外一邊就是 真的 比較遮 這個換眼粉露呢 搭配的是這一個 它的粉撲 很特別你看 它的粉撲呢 是這種曲線狀的 曲線狀是可以整個貼合你的肌膚這樣子 看我拿這個粉撲 你看 就很像在 蓋印章的方式 你看 有沒有 這個曲線是整個貼合我的顴骨的 這個顏色 我的兩邊呢 臉的底妝都上好了 然後 有一個很窘的窘境就是 這個是我去年夏天用的 然後我去年夏天呢 就是臉就曬得比較黑 所以我用的是這個 1N2的這個顏色 然後這邊呢 就比較白 就是冬天的顏色是 色號是 0CE 我兩邊的臉的顏色呢 變得有一點不一樣 不過沒關係吧 就這樣出門吧 然後這一邊 它是比較偏 深珠光澤感 它的遮瑕力也蠻好 我覺得它遮瑕力大概是8層 然後我覺得氣墊的遮瑕又更高 氣墊的遮瑕大概是8.5層 然後接下來要來上遮瑕 遮瑕用的呢 還是這一支我最愛的 這一支真的超好用 這一支就是我的那個叫什麼 Bride or Dye 年度最愛用的 這個遮瑕 它就是 又保濕又遮 又沒有粉感 超棒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就是 人生沒有它 而且 我也沒有辦法想像有人用了它 然後說不好用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有時候你就遮一遮 也不用化底妝出門了 最後呢 我會用這個氣墊 它現在沒有沾東西 所以我就用它全臉再拍一次 變得更加 貼更加持久 好 那全臉上完底妝以後呢 現在要來上蜜粉 然後這個蜜粉呢 也是我去年夏天有推薦過的 它的妝感真的很美 而且它的妝感是很時髦很高級的 這個光澤型的蜜粉 其實它們家的霧面的蜜粉就已經很好用了 只是光澤型的呢 我光澤型的會知道它是因為在日雜上面光澤型的 就是排名是第一名 所以現在馬上來擦給你們看 其實去年夏天好像在瑞典已經擦給你們看過了 只是現在是買底妝 會送這個蜜粉 第一層 你要非常的薄 然後先從臉上需要光澤的地方開始上 然後魚粉再上臉其他的地方 這樣子你才可以控制它的光澤感 不然如果你上很厚 你就會覺得我的臉只能閃到像十八頭人一樣 全臉薄薄擦 然後需要打亮的地方再擦多一點這樣 那蜜粉上完了 我要開始上其他的地方 那我就趕快快轉 不廢話 好的 那全臉完妝以後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我有化妝跟沒化妝真的差蠻多的欸 請看對比 會不會嚇到 那我要出門囉 我要去找貓咪玩了 掰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改變計畫 新山夢湖 就是騎過去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所以走吧 好久 終於到了 而且還是你的路有點小條 但是我還走那一種 完全沒有多有的路 好啦 開始了 好 希望可以走五分鐘就到了 晚上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有蛇 有蛇怕怕 對 這裡很美 很美 很美啊 很美 真的很美 是很美 不是很美 非常美 下風景 然後我自己搓 喝咖啡 嗨 大家 我們到家了 然後我現在化妝大概 在6個小時 給你們看一下持妝度怎樣 就我真的很喜歡它的蜜粉 這個光澤型的蜜粉 讓你特別上鏡 就是因為你就是不管什麼角度 都會有那種亮亮的感覺 所以我很推薦那個蜜粉 只是那蜜粉你的用量一定要控制 因為如果你全臉都差太多 就是18筒人 從這裡開始這樣擦 就會比較亮一點 現在呢已經是8點20分了 然後你看我來吃晚餐 晚餐是UberEat叫的粥 9個小時過後的妝容看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你看不到 其實我的臉是有出油的 可是它出油以後 並不會吐石流 所以這一點還蠻好的 然後我是真的很喜歡 蘿拉密斯他們家的這款氣墊 因為它真的遮瑕力好 然後又不會綿綿的 然後持妝力也蠻好的 就你只要微微拍一下 然後你的臉就是 皮膚看起來會很好 嗯 讓大家訂閱的影片上囉 掰 嗨 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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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